你能想象蝙蝠也要做健康检查吗 我们独家曝光台湾有一间 由中原大学生科系教授所领军的蝙蝠实验室 深入隐秘的蝙蝠棲息地 全副武装替全台湾共有37种的蝙蝠 量身高量体重抽险采集粪便 而他们的身上采到的检体 带到的实验室分析之后 有惊人的发现 台湾蝙蝠身上竟然有6种冠状病毒 而其中有两种与曾经造成大流行的Sauce 还有Mers病毒非常的类似 那究竟会不会传染给人类呢 而说到了蝙蝠初步被认定 就是这次新冠肺炎的源头 跟人类同样都是笔虎类动物的它们 为什么带源上百种的病毒 但是却百毒不清 能跟病毒共存 原来它们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机制 能够跟冠状病毒维持恐怖的平衡 尤其是蝙蝠身上有一样东西 是病毒最多的地方 最好不要随意的碰触 而通过尽头 带您直击台湾这间 神秘又惊人的蝙蝠实验室 揭开蝙蝠病毒的密码 超湿黑暗孤独 人眼罕至的隐秘洞序 是暗夜飞行者的之所 更是病毒繁衍的温床 如何破解其中密码 全靠它们 隐身中原大学神秘的蝙蝠实验室 专精冠状病毒研究的陈怡宁教授 每年都会带着团队 全副武装深入蝙蝠洞 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衣服跟你的外面 可以做一个隔离的一个动作 防护衣穿好穿满才能入洞 因为采集减体的过程也是最容易变病毒感染的阶段 洞里蝙蝠越多 防护层级就拉得越薄 瑞芳的蝙蝠洞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珍贵的一个蝙蝠栖息地 所以在七八月的时候 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甚至可以到五十万只这么多的蝙蝠 在那个洞里面 北部滨海公路 海滨隧道旁 只要看到蝙蝠出没 减速慢行的告示海 就代表你已经到了瑞芳蝠洞 东南亚最大的蛇翅符繁殖地 换句话说就是蝙蝠的产房 每年四月开始 中部以北的蛇翅符 就会飞到这里生产苦于后代 它随着时间长大 它大概到八月初 这些五月初的个体 就已经变成成体 它可以独立飞行就飞走了 不料近十年来 这里的蝙蝠一共瑞景了将近二十万只 引起国际关注 2017年日本学者更亲自来台 与台湾众学者齐聚瑞芳 共同采集检体 深入调查蝙蝠数量异常原因 当时大家穿得有如太空园 尤其头部特别保护 因为蝙蝠的黄金才是罪毒 所以我们穿的呢 就是一般这个畜牧场采样的这一种 抛弃式的全身性的保护衣 这些粪便所产生出来的甲腕 或是有毒的气体就会蛮多的 粪便里面的这些病毒啦 细菌量也会比较多 我们的冠状病毒 它最喜欢的地方是我们的 呼吸道的黏膜细胞 还有或是消化道的黏膜细胞 痰啊或者是口水啊 或者是我们的粪便啊 病毒量是最多的地方 这个是从野外采集的蝙蝠分辨样本 然后我们会保存在核酸保存液里面 仔细保存的蝙蝠粪便 经过层层分析分离出病毒株 这才发现台湾的37种蝙蝠里 真的有冠状病毒的存在 台湾的蝙蝠株群里面 有6种不同的冠状病毒 有两种的话可能会跟 感染人类的SARS冠状病毒 还有感染人类的MERS冠状病毒 在基因序列上有类似的地方 携带类SARS籍类MERS病毒的 就是台湾特有种蝙蝠 名叫台湾小蹄蝠 头体长约5公分 展翅后可到24.2公分 体重才4.5到8.5克 在中南部的隧道 矿坑灌溉渠道里 都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我有看到了 咪咪妈妈的蝙蝠开始飞出来的 全部都是蝙蝠 记者2019年5月 前进高雄寿山的 军事坑道采访时 就曾近距离拍摄过 而喜爱群聚的他们聚在一起 数量可多达数千只 蝙蝠这个名词是台湾的一个翻译 那中国他们是把它分译成 橘头符 世卫组织11号的疫情报告 直接点明病毒与蝙蝠的牙种 橘头符有关联 听到同样都是橘头符 或许会吓一跳 两者虽然皆属于橘头符科 但是台湾的小蝙蝠是台湾特有种 与新冠肺炎疑似源头的牙种 还是不同 这个关系从这边过来 对不对 分成两支嘛 那这一支是过去的SARS 跟那些蝙蝠的病毒 那这一次是这个 武汉病毒跟这个蝙蝠的病毒 那这两个群是 很明显是看到不一样的两群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但是已经分开来了 专家更分析 2019新冠肺炎病毒 是经过至少五六十年的变异 才会传染给人类 而台湾蝙蝠身上 检出的类SARS基因序列 是否会经过演变成为传染源呢 我们分析完发现呢 它事实上还是有10%的差异 所以表示说 在台湾蝙蝠族群里面的 这两种类SARS跟类MERS冠状病毒 它能够感染人类的机会 其实还是蛮低的 如果说我们的皮肤螺螺 很容易接触到蝙蝠的排序 无管的物体 所以说这个风险不要大 大陆传出有华南理工大学学者爆料 武汉疾控中心曾经有蝙蝠研究员 两度遭到蝙蝠攻击 被蝙蝠血液 尿液喷浸到皮肤上 因此自我隔离14天 而巧的是疾控中心距离华南海鲜市场 仅近280公尺 难道新冠肺炎 真的与疾控中心有关吗 冠状病毒的话 其实它在血液里面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短的 所以如果因为血液的曝露了 感染冠状病毒的话 机会其实非常的低 常常接触蝙蝠的人 然后它曝露到 长期的这些蝙蝠的病毒 然后这些病毒有机会 一直持续的曝露到人体身上 然后呢 有机会变成可以感染人类的一个病毒 人类直接被蝙蝠感染冠状病毒 至今还未发现类似案例 但蝙蝠血液确实是研发药物的重要关键 蝙蝠抽血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一样就是去测试我们蝙蝠血液里面 有哪一些病原菌的一些抗体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把血液收起来之后 我们带到实验室就可以去做血腥血的一个研究 从蝙蝠血液分离出血清 利用冠状病毒的蛋白质当作抗原 一旦找出抗体就相当于找到治疗药物的雏形 蝙蝠它特殊的地方是某一些病毒感染了蝙蝠之后 它可以待在蝙蝠的身上 不会造成疾病 蝙蝠有如水库身上膝带的病毒百百种 光是包含新冠肺炎 SARS MERS的冠状病毒就有200种 第二种则是狂犬病 第三则是号称21世纪违行杀手的伊博拉病毒 另外还有汉塔以及亨里巴等五大病毒 都把蝙蝠当作主要宿主 其实蝙蝠是一个很奇特的生物 蝙蝠身上带了很多的病毒 但是它自己不会发病 它自己没事 它就是带原者而已 它就是带原 这个病毒跟蝙蝠就是在一起好好的 小小蝙蝠几乎百毒不清的终极秘密 究竟是什么 它的免疫的系统跟人类不太一样 它可以有一个特殊的系统 叫做干扰素 它是特别去对抗病毒的感染 那在蝙蝠身上呢 它是一直维持在活化的一个状态之下 当病毒进到蝙蝠身上的时候 它马上就知道病毒的存在 可是呢蝙蝠也不会产生 非常激烈的发炎反应 然后造成疾病 也就是说蝙蝠虽然无症状 但依旧有传染性 加上血居条件 使蝙蝠们持续混合病原体 产生更多的变异病毒 并透过飞行特性 扩散范围更大更广 那这么多种类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分为三种不同的实性 就像我们说 那个大蝙蝠是吃水果的 然后不到手掌大的是吃昆虫的 那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 是喝血的 What do you know about vampire bats? They're scary They drink your blood 在南美洲就是有三种吸血的蝙蝠 在你的身上刺一个小洞 然后呢 让这个血液慢慢流出来之后 它用舌头去舔 OK 所以它是用舌头 它是舔血的 这些吸血蝙蝠呢 可能会从一个感染狂犬病病毒的 动物或是人身上 然后因为血液的这样的一个传播 然后呢就感染了下一个 它吸血的一个动物或是人类 蝙蝠是唯一会飞行的哺乳类动物 飞行时代谢速力增快 体温跟着攀设到40度 相当于人类的高烧状态 而高温引发体内的免疫反应 同时抑制病毒 还能快速修复DNA 长期演化下来 蝙蝠们寿命超长 台湾有记录最老蝙蝠 41岁 相当于人类的100到200岁 它可以去让我们的细胞 比较不会死亡 所以它在调控这个细胞老化 跟细胞伤害的修护上 非常的厉害 而看似刀枪不入的蝙蝠 其实还是有转门 从2006年开始 在北美就有一种霉菌 会特别去感染蝙蝠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百万的蝙蝠 因为这个霉菌感染而死亡了 其实蝙蝠对于某一些 细菌霉菌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气候变迁与环境变异 改变了动物与病毒的生存模式 新型疾病与疫情 不断演化成型 以长长人类与病毒的角力阵 未来恐将循环上演